總統代表獻花 向228英靈獻花致敬 總統蔡英文表情數目 頒發回復名譽證書 現場儀式隆重莊嚴 228事件七十五週年 中樞紀念儀式紀念儀式 基隆市民廣場舉辦 而市民廣場下方的田療河 就是當年 228大屠殺的第一站 格外有意義 包含行院長 雖然張漢金融市長林又昌 都陪同出席 轉型正義由行政院扛起重責 整合協調及監督各轉型正義的 事項落實 蔡總統也借烏克蘭例子 喊話民主不容易 全世界都看到了 烏克蘭人民為了自己的國家 為了民主自由 而團結奮鬥 抵抵抵抗清熱 一個團結的國家才能面對變局 克服挑戰 作為總統 團結臺灣 保衛民主是我的責任 也是我一直以來的堅持 強調守住自由民主人權 只是他擔任總統的責任 而巴家屬代表也藉此 這度喊話 這些事情都還沒有完成 當然政府並不是沒有做事 但是真的做得還不夠 現在爭議很大的中正紀念堂 是許多家屬所關心的 要知道 一個真正受人尊敬的人 是自然而然存在人們的心裡 並不需要同向或大紀念堂來崇拜 一個民主國家 我們不該再以威權的形式 來紀念現任的總統 現任的總統 這是我們的原則 回應家屬期待 蔡政府逐步落實整形正義 希望能撫平家屬心中的傷痛 剛才有聽到 小英總統發表了最新的談話 他說全世界都看到 烏克蘭的人民為了自己的國家 為了民主自由團結奮鬥 這也是提醒我們台灣人 要一致團結對外 不過來看看的是這個連勝文 也是國民黨現在的副主席 他昨天就在臉書發表了他的看法 他說不知道這個塔綠班 他在酸這個民進黨 他說不知道這塔綠班 面臨同樣的生死關頭之際 是不是還是只會出一張嘴 用鍵盤保護台灣呢 那像是中國國民黨 從來都沒有屈服於武力的脅迫之下 創黨以來字典裡 就沒有投降 這兩個字 面對連勝文的看法 主席 你有辦法認同嗎 那個其實台語有一句話 很適合現在來形容 國民黨的這些人 說說 收輸不贏 收贏不贏 每次都聽起來都很有力 說得很大聲 你的爸爸就已經去那邊排排座了 你吳世凡就已經是共匪 還在聽共匪的話的人 你講這些話放屁嘛 你騙人的嘛 對不對 我想 尤其馬英九 馬英九講 我覺得最可惡是馬英九 你做八年的台灣的總統 我想舉一些全世界的例子 那個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 也是小國一個 一個小國 亂得要命殺來殺去 明治維新以後短短的十幾年 你看台灣的牡丹社事件就發生了 再過二十年就發生那個甲午戰爭 把大清帝國打敗 再過不到三十年 把連那個俄羅斯都被他打敗了 這表示什麼 一個好的領導 不用救大概五年十年 你整個國家的國力 整軍金武就起來了 那表示你馬英九在當總統 那八年就不是在睡覺 就是在搗亂嘛 你就是在幫共匪 讓台灣的軍隊弱化 不然會這樣 現在怎麼不堪一擊 那你馬英九搞的嘛 我想喔 如果台灣出這種領導者 很慘 這輸人那個哲倫斯基輸太累 人家一個演員 當到總統當不到兩年 就打仗 人家槍拿起來就要幹了 這整個國家的士氣才會起來嘛 你看這些人 他們不是今天才在唱隨台灣啊 已經多少年了 二三十年 我二十幾年前上電視 就是我就在講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 台灣省黨部在講話 在講話就都放阿共在講話嘛 到現在二十年 中國強大起來 沒有錯 我們也不挑釁 但是你一直要來趴嘛 就像烏克蘭 有時候去降到俄羅斯 沒有啊 我就要幫你推 所以我們也不要再迷信 誰會來幫忙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 我勸國民黨 你其實國民黨能在台灣活到現在 要拜一個戰爭之勢 就是這個1950年的古寧頭大戰 不要忘記那個大戰 沒有錯 美國沒有派兵來 那個兵子都順利人分的 日風山分的 那個策略指導者 都日本的白團 日本人一些劍術的 都來給親戒就用 然後打仗的是一群 不願意看到最後的一場戰爭 還是失敗 像李光潛 他就奮勇沙敵在前面 就贏嘛 贏中華民國才可以換 在台灣換七十年 走到國民黨 這個部分 其實雖然我不贊成 這個白色恐怖兩講的 這些恐怖 對待台灣人的方式 但是 既有人一直對抗 中國對抗 惡共 他就是 我就用實力 該有外援也是要有外援 也是要有美國 那個古寧頭大戰跟韓戰幾乎是同時的 發生了美國 第四角度就協防台灣 那你現在跟我講說什麼 不要靠外國 國民黨如果沒有美國 現在可以換到現在 走到去 吹死了 對吧 所以不要講話 不要亂講 就是人家幫 你現在也是要靠美國 但你當然不能一廂情願 全部靠美國 美國 不要忘記 日本 台灣 菲律賓 澳洲 這個是一個 整個太平洋繼續的防線 台灣是裡面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這樣 我是因為包括印度 外南 澳洲 美國 加拿大 日本 都不希望台灣被中國吃掉 這是我們台灣現在 比世界上最威力 跟比烏克蘭還強一百倍的戰略地位 大家也不要忘字匪伯 這個真的不要忘字匪伯 不過剛才我們都要討論到這個連勝文 到底連勝文講這番話 有沒有依據 施議員 智昌議員這邊怎麼看 因為連勝文說 國民黨創黨以來字典 就沒有投降這兩個字 結果馬上被吐槽 說你爸爸去參加這個解放軍閱兵 被社會踏法 這是直接投購 不是投降了 來請教議員 馬上給我吐槽 這個其實就是搞不清楚 我想這個 烏克蘭人很清楚 隔壁俄國 他就是敵人 縱使烏克蘭裡面 其實有一些人民是從俄羅斯過來的 他們這一群人 其實就比照我們這些 目前在台灣內部的這些 會呼應對岸 搞不清楚 為什麼叫搞不清楚 因為他認為他跟對方是朋友 可以透過交流 攜帶說過 透過交流 用嘴巴講 然後就能夠讓兩岸和平 穩定 這不是 這個已經是 我們今天對對外 對象是誰要很清楚 所以說 連勝文講這一段話 包括這個 他的父親連戰 連夜夜回來了 你們就一樣一組的 你怎麼樣去說服 說我們台灣人民 如果未來 真的讓國民黨 有機會拿回執政權 你所謂的這一些 什麼和平 這個協議 我想在俄羅斯 包括烏克蘭 其實也簽過 也簽過很多的 這些什麼 迷克斯 這個契約 他們有明斯克協議 對嘛 這些協議 其實簽這些協議 都是形式 關鍵是在於 自己的人民 是不是真的有守衛 保衛國家的決心 而我們蔡總統 剛剛也講得很好 他的任務 他的責任 就是團結台灣 團結台灣 守護民主自由 這樣的一個價值 所以說 對 您說這個 這個創黨 中文國民黨 創黨以來沒有投降 問題是 很多的歷史來看到 都還沒整理的照 哪來的投降 所以到現在 我想一直堅持在這裡 在台灣 在這個中華民國 我想我們還是 以這個 這個民主自由 然後跟著這些 世界潮流 民主陣營的國家 一起打拼 反對這些侵略者 而我最後還是要 這個還以對岸 是 這個 今日烏克蘭 這個明日台灣 我們換一個角度講 叫做 今日俄羅斯 明日中國 您看看 如果普廷在這一場戰役 因為這個烏克蘭人 不斷的強 頑強抵抗 導致你國家的經濟崩盤 導致你民不聊生 包括你國內許多的人民 並不認同你出兵 烏克蘭 相對的 我想對岸 中國不只是這些高層 我想中國人民也在看這一場戲 這一場戰爭 如果你真的走到這樣的下下車 同樣的道理 這幾年 這個中美貿易 包括疫情的影響 包括對岸 這因為 種種的原因 有多少的中小企業 其實是已經乖問的 甚至是要發工程 要發運作 電沒有 為什麼電會沒有 說停電就停電 我想這一些 都是會讓對岸人民 自己會 內心裡面會去想 會去看 現在很多人都在說 中國真的比較像是 俄羅斯2.0 萊靖嚴 剛才大家討論到 這個連勝文 他講這一番話 國民黨字典裡面 沒有投降 別人說不知道 但是連勝文共好像真的很難說服大家 他的爸爸馬上就被舉出來 或是像這個激進黨就說 過往叛變的國軍將領 隨隨便便網路Google 就找到五個 這五個還不包括 你們現在不分區立委 吳思華 當然 國民黨講真的是多元意見勝黨 以前這個 參加過國民黨的很多 包含這個 後來加入台聯的 無論是這個 比較親共的這些人 都有 所以說 其實黨內講真的 各類的發言都會有 但我想這一次 這個烏惡的啟示 就是說真的 我們看到第一 這個布達貝斯的北王路 然後明治克協議 都被這個 俄羅斯給撕毀這樣 所以相信確實 接下來有任何的 關於這個和平協議 或者是對話這樣子 大家對於這種的信心 跟這個期待 我想真的一定會遭受質疑 那我想這個也是 就是現在台灣 我想大部分的民意 這個民意就是說 其實現在對於這個 中國跟中國大陸的交流 或者是說看到中共政權 這樣子的行為 那還有一系列等等 這一些這個作為 讓大家對他們 確實是失去信心 那其實在這個時候 我們如果片面的 我們只是說 我們當然希望和平 誰不希望和平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講到說 希望這個和平的對象 是中國大陸的時候 確實大家就會對你有所欲言 你是不是這個 是在幫共產黨講話 是不是投降 甚至失敗主義 可是我想確實 不會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現在看到烏二的情況 真的更告訴我們說 我們真的要團結一致 團結一致是怎樣 就是說包含在野黨 跟執政黨要一起努力 我們也希望說執政黨 民進黨在這個時候 如果可以提出有效的 這個國家安全 國防政策的話 國民黨一定會全力再配合 包含說這一次 國民黨的立委任黨團 在這個會期 也打算要提出這個 併議法 還有這個後備軍人的 這個條例的修正 也是希望說可以一起來 全力協助在這一塊 就可以更多加強 那當然 當然 這個我還是在講 就是希望說這個執政黨 我們可以跟在野黨 我們可以一起 團結一致 而不是說也我們也不要 每一天自己 內部一直搞分化 變成說其實我們 一整天好像被指控 一天到晚被指控說 都是這個所謂的在地協力者 結果這個 民進黨卻也這樣子指控我們 講真的這樣子也是會滿虧心的 好 越是緊張的時刻 我們越要團結對外 我們在這邊稍微收集一下 更多的國際情勢 我們稍微回來 繼續來分析